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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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个小时后终于到了 你看我穿八分袖 然后这个裙子还是感觉特别的热 这江南水巷果然是不一样 这样的感慨不禁让我们想起浙江台的小伙伴来到七月份的沿边 感受22度清凉一下时的场景 哇一下飞机的感觉就是这边真的还挺凉爽的穿顿衣服了 瑞轩作为吉林旅游新担当 即导游电视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吉林旅游代言人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跟着采风团畅游浙江 一同感受如诗如画的浙江之美 一江南最异是杭州 而杭州之美莫过于西湖了 我们常说江南水巷就是浙江这一带 我现在走在特别静闭的这个小路上 就有一种惬意的感觉 这个温度让你整个人是非常舒服的 我穿过这个小巷对面就是西湖了 从秦汉开始经过2000多年的玩味渐少 形成了以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为主的景观风貌 集大成于西湖时景 趁着采风团形成开始前的闲暇 瑞轩自然少不了来这里走上一走 青城山峡 白俗珍 但是我今天穿的是这个青色的衣服 来到西湖大家第一个想象的传说 肯定就是白娘子 雷锋塔 还有顿桥 娘子 娘子 我认识我的人家 从古到今西湖波光余辉里留下无数诗话传说与民运相音 给来到这里的游客增添了无穷的遐想 只是 今天的人特别的多 在这种夕阳西下然后去逛西湖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第一站我想打卡这个断桥 但是我现在是刚上这个口 在这走有一种摩肩接踵的感觉 今天不是周末 然后也不是什么旅游的圣体 但是人真的特别的多 可见西湖深收大家的喜欢 你看这个湖面波光淋淋的 上面翻着小粥 远处的山连绵不断和这个湖色融合到一块 但是你往这边一看 它都是一些现代的建筑 就这种现代和这种很有古代韵味的景色融合在一块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少见的 杭州城以湖而新 两千年前曾为南宋都城 极为繁华 古人游览西湖最妙莫过于范州湖上 观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而今游客们也同样享受 滑着小船纵情山水之间 远离喧嚣岸边的宁静与疏离 但相比于范州 此时的瑞轩更加执着于找到断桥 断桥是在前面吗 对 在后 已经走过了 那个就是断桥 对 第一个是断桥 今天不是周末 然后也不是什么旅游的盛景 但是人真的特别的多 断桥位于白堤最东端 唐代叫做断家桥 是在清代康熙皇帝玉比 清提了断桥残雪后 才更名为断桥 意为孤山路的尽头 而游览占地近七万平方千米的西湖景区 不做好攻略的话 很容易像瑞轩这样 忽略了断桥 又错过了乘船的码头 还好有它 西湖不是仅仅只有走着逛 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就是骑着逛 省了不少劲 我感觉我这么骑就特别像当地人 因为在这里的很多当地人 他们不仅是吃完饭 在这里溜弯 也会选择骑自车车逛西湖 杭州因湖而名 以湖为魂 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的景区 更是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而西湖的水运也从古至今 让人流连忘返 你看这西湖之美 不仅仅是在于它这个湖光水色 在这种凉风淅淅的江南水乡 去骑着这个自车车在这湖边 真的太惬意了 越江此意平回照 暴雨西湖风月之 这句话是出自于白居易之手 其实它之前在这居住了很多年 那它离开之后 又怀念起西湖 我觉得这就是江南水乡 还有杭州西湖的魅力 随着周围繁繁点点的灯光 陆续眨眼 暮色也已不期而至 虽未能看遍西湖时景 但西湖湖畔的风韵 却也无需去刻意地欣赏和打量 只需带着淡妆浓膜总相宜的随性 慢慢品味 瑞轩今天将正式开启 湿化浙江之旅 一大早便来到了被誉为 城市之沸的西西湿地公园 小伙伴已经自己悄悄地入境了 今天就带你来西西湿地一起溜达溜达 感受一下我们杭州美好的风光 西西国家湿地公园距西湖仅五公里 作为罕见的城中刺生湿地 对调节城市大气环境与生态系统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满目皆是原生态的水木草土 若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熙熙地趋近通幽 便是放松心情 清静自然 最好的去处了 听见这个是韩鸣声的吗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巴 在这里 你感觉空气都是清醒的 今天我要好好感受一下 前面又有一座桥 瑞鑫有没有数 这是我们进来以后走的第几座桥 三四座了吧 我感觉 对这个正好是第四座 就是因为这边的水特别多 所以要过这些水必须要建桥 不知不觉就有了这么多的桥 跟这个水域很好的融合在了一块 这也正是说明了 我们江南这个水文化 真的是特别深厚 一取溪流一取烟 园区内水向纵横交汇 鱼塘质笔如林 形成了西西独特的湿地景致 这儿是西西湿地最深的水域了 大概有五六米 叫深潭口 为什么叫深潭 对深潭就是特别深 我发现这上面的龙舟也特别多 对端午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赛龙舟的活动 所以说你看他现在这个位置 虽然经过一些后期的建筑和改造 但是还保留了原始的一些 古色古香的感觉 而且看到这个 让我想到那个电影里的情节 有没有印象 就是舒淇和方中信 就是在这个龙舟上这样走 当镜头下纯净唯美的西西湿地 与浪漫却酸涩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 才使人突然意识到 杭州之美不仅在于西湖 也流露于西西 我感觉我整个人到了杭州 都变得湿起画意起来 而且坐在这个州里面 穿过这个景色 有种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 特别有意境 它离水面特别近 又有一种古人 坐着一夜偏周 然后飘在这个水上的那种意境 像一只座位 对 沿着水道前行 听潺潺溪流 看岸旁芦苇丛生 虽然没能成到与电影中一样的摇鲁船 但此刻屈静通幽的静谧 已经足以让二人放飞心灵 享受远离喧嚣的舒适与宁静了 刚刚还沉浸在 《醉人水韵》中的两人 才一上岸就暴露出了 吃货的本性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火寺 这是新鲜的是吧 对 这个比我平时见的西红柿要小 然后比吃那种小狮子还要大 大一些 对 火柿大小如橘子一般 果肉为橙红色 虽然此时杭州的火柿节已经过去 但二人还是颇有口福的 告诉你 这个半子一拿 然后掰两半吃 所以说不用那样剥皮 对 就这样掰两半 方便地吃 太酸了 就有一种 小鸭蛋爆油的感觉 尝一下 尝一下 好甜啊 这个里面真的有北方冻柿子里面的那个 就那种 我觉得它这个柿子有点水果的感觉 对 甜度很高 博柿的果肉质地细密 也适合制作成柿饼食用 甜甜的特别香 然后外面是 这是一个糖霜是吧 在外面 对 防止它粘 里面挤出来的葡萄糖 哦 柿子本身的那个糖霜 对 跟我们平时在东北吃的那种柿子饼相比的话 它可能更甜一些 对 而且柿子里面的它那个维生素是特别多的 很适合女孩子吃 我们现在就来到何主义街了 都是古香古色特别有韵内的建筑 都是白墙黑瓦的那种灰派建筑 这样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你要走 有一种就是闲逛的感觉 对 要享受这个过程 慢生的感觉 古街不长 却是汇集了散铺皮影戏 竹编铺等极具江南风情的人文标签 如果说火势雨桂瓜糕 唤起了瑞轩和杨萌的吃过本色 那么西西专属的竹编小花篮 则让两人放飞了少女心 编一个大概有多少时间 这个全竹编皮好 聚好 全弄好 就编成一根一根 变成这样了 编一个大概二十分钟 那你会编吗 不好意思 我男的是不会编的 这里是传女不成男的 家里人媳妇会编 小孙女会编 造型精巧的竹编小花篮 是很多湿地原居民和杭州本地人的童年记忆 这项由蒋村传承百年的记忆 现在已经鲜少有人能掌握 被列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西西最具代表的一张人文名片 其实这边呢也完全体现了我们江南的一个特色 就是尤其是在杭州 它是每一个景点和人文的结合特别紧密的 你来到这儿觉得是一个特别轻松 特别惬意的慢生活 它给你的不仅仅是景色的美 就是你融入在这儿 你哪怕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是这样走一走逛一逛 就是舒适 惬意 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魅力 对 我之前在北京旅游的时候 会看到长城故宫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但是来这儿你可能不会看某一个景点 觉得特别震撼 不过在这个全城当中 你都觉得特别舒服 是那种小确幸 而这样的幸福感早在千年前 就被宋高祖用一句 西西请留下道出 道出了古人对西西的珍视与不舍 也道出了金人游过西西 便想留下的向往之情 离开杭州的第一站 目的地也是嘉兴市 而对于瑞轩和杨蒙来说 旅途中买买买的购物体验 自然必不可少 作为浙江省着力打造的特色小镇之一 这里不仅能畅想异国风情 还能不出国门 就把来自世界近200个国家的各类商品 以职采价格尽收囊中 瑞轩和杨蒙可以尽情解放 女孩的购物天性了 都说这个夜晚的江南是最美的 别有一份风味 但是我却感觉夜晚的江南有 一串凉 但是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两个庙里少女 在这么寒冷的夜晚还能够走出来 打扮得花枝招展 那我们要去西塘 真正要到古镇了 我两年前有去玩过 就是你晚上去看这个西塘的景和 白天去看完全是两样 哇 这就进来西塘里边了 什么感受 在夜晚的这个西塘里面 整个人都嗨了 特别的兴奋 西塘素以桥多弄多 狼横多而闻名 被称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夜色笼罩下的西塘 灯影与狼桥重叠在水面上 仿佛镶上了一圈发光的项链 将古镇点缀得更加朦胧而神秘 而涌动的人流和街边林立的商铺 却又让人感到活力与青春的元素 在这里流淌 但是我做的东西 我是自己有一尺 我记得自己的习惯 就比如说你要写一封信 2020年收到 然后开始2020年 就你可以指定 什么时候说到这东西 它真的会激励 对 我两年前来西塘的时候 给一年后的自己写 我就说 习包 这边应该是自己写米星 对 米星面加新 这个有好多好看的 不是 будут这些好 特大号的爱 每天叫醒 内床的女 几年前 时间都去哪 了 导出了时光匆匆的无奈 人人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今天 在时光仿佛凝固的西塘 不妨像杨蒙和瑞轩一样 给未来的自己 满笔一份岁月的惊喜 今年我一路走进来 有好多穿汉服的小姐姐 还有很多小哥哥 长得也特别帅气 看到我都脸红了 你好 小姐姐 我能问一下 今天为什么你要穿 这个汉服的服装吗 今天穿汉服文化中 一直很喜欢 不过以前 大家接受的比较小一点吧 一年一度的汉服文化节 聚集了大江南北 喜爱汉文化的年轻人 而今年同胞聚集的盛会 就在古镇西塘 穿这个衣服 走在大街上 可能会觉得 甚至有什么活动 但是走在这个环境上 这种古香古色的小镇里面 不觉得突兀 反而觉得我们两个 是穿越过来的 我也想穿汉服了 我们只是 就是有这个心情爱华 才过来的 看见那些同伙 全都在一起 就比较开心一点 找到吃心的人了 对对对 而说到夜游西塘 最大的期待时 轻发作作 它在连酒呀 酒吧一条街 这里喝酒呀 听到没 我们的夜生活 开始了 千盏灯笼 汁粉色 八方舟籍 杜康香 夜色中的西塘 少不了美景 更少不了美食 我晚上吃了很多 但我做 晚上好多各种小吃 虽然小吃的 煮类很多 但是有一些能可 还是比较长间的 但这个我真的可以 最爱的 对 好 好 老板 小吃 我 我 觉得其实一口嘛 是面香和蛋香两种 绕合在一块的味道 但这个虾皮有点难 久不见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吃 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味道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吃饭 的话可能还差点什么 就能放下一样 所以也不是 它刚刚开始 我们还要继续 往前 对 你心心念念的千石糕 千石糕吗 对 千石糕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在卖 但是呢 西唐是最正宗的时候 老板 这儿是发源地 千石糕其做工烤鸠 口味独特 有着西唐小吃第一美食之称 带着到发源地 都有着鲜肠为快的一种欲望 找到了这家在西唐 做了近二十年的 平安唐膏房 我这个就很纯正的千石糕 因为千石它其实 很坚持人的 糯米对吧 这么看 特别像东北吃那个花糕 有点像 吃起来的 它是微微有一点黏性的 但是放在嘴里 是糯米的感觉 但是我这么说 千石糕里面 因为有糯米 所以不要吃得太多 容易接触 去千石糕狗 咱们今天 我觉得你难得来一趟 最好把这个 千石糕啊 还有其他的这种 西唐的典型 都带回去 给东北的小伙伴尝一尝 当个伴手礼给大家 满塞 满塞而归 如果说出入西唐 所遇到的漫地书店 还残留着白日里 西唐的静谧与美好 那么古镇深处 唐东街的摩尖街种 和穿越感 则与白天形成了 截然不同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最后一张 夜生活的关键 最期待的 酒吧 酒吧 我等着你 用一块骨子 我学看见那些骨 看不见你 我也看不见你 我学看你一种句 我学看你 又不是天 西唐的夜色令人沉醉 不禁让瑞轩和杨萌 更加期待这里白天的风景 这里一条小路 都是错综复杂的 走在这里 吃的玩的喝的应有尽有 所以说你想在这里 逛上一天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俩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直在找 老马粉蒸肉 我听说来到西唐 有一个毕达卡的小吃 是粉蒸肉 这你吃过吗 刚刚就听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 说西唐最地道的粉蒸肉 到底在哪 他说有一个叫 老马粉蒸肉 老马粉蒸肉 我们俩找找看吧 好 西唐所在的加善县 不仅有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 更有着传统的饮食文化 其中老马粉蒸肉 便是这里面育出 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其中一项 真的是不太好找 我们问问吧 好 你好 听说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老马粉蒸肉 他家是很正宗的一家吗 怎么走 一直走 这边一直走是吗 对 好 谢谢 找寻的过程中 耳人不知不觉地来到了 沿河而住的烟雨长廊 听说古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镇 所以下面是水 然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客栈 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建的这种民宿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 就特别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就叫烟雨长廊 还有一句话叫 烟雨萌萌下江南 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 下着这个萌萌烟雨 行景是有多美 特别有意境的 当然现在旁边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商户 有卖吃的啊 或者是卖手工粒体 卖服装等等 就加了很多的烟火气息 加了很多的人味 既有烟雨萌萌的事宜 又有人间烟火的气息 没错 因为今天我们来 正好是一个艳阳天 可能在下雨的时候 它更有这个烟雨的意境 也更符合它的名字 狼鹏作为水箱古镇 最典型的建筑 将河岸一侧的商铺 接续相连 据说明代便以初具规模 十分繁华 而今这里依旧商铺林立 可以说是西唐人气 最高的地方了 两人穿梭在长廊里 一路上边找边吃 终于在即将到达 廊桥尽头的永宁桥这里 找到老马粉蒸肉 这个是那种 很传统的小吃吗 对 这个店已经开了二十多年了 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有名的 这个为什么叫粉蒸肉呢 因为它是米粉包肉 就是米粉和肉 粉蒸肉是西唐流传已久的 一道家常菜 由糯米粉与五花肉 包裹新鲜荷叶制成 可下酒又可做点心 李远一看 有点跟那个粽子很像 对对对 粽子三角的这个 对 对对对对对有点 不易的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 可以不客气 对对对对对对的 地域饮食习惯的不同 使二人对辛苦找寻的粉蒸肉 有着不同的看法 那接下来这顿地道的西藤佳宴 能否符合这三个人的胃口呢 也邀请到了广东京市 还有吉林七频道的主持人 两位呢也都是旅游节目的城市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吃到了很多地方的美食 所以今天来感受一下 我们西藤地道的特色菜 那种这么多的美食 是面与几层楼子 满雪复活了 但是我必须得请到二位 这么一桌子菜 我先从哪里到下楼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吧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是混沌老鸭汤 对 没错 我们广东人吃饭也讲 就先喝汤 就是老鸭汤啊 它还是有个典故的 这边很喜欢吃老鸭汤 谢谢谢谢 光喝这个老鸭汤 它吃不饱啊 所以呢当地呢 就会把一些馄饨 我喝炖好的老鸭汤 它久而久之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道特色菜 而且这个皮儿一趟就是很好 有点像北方那种水饺 我刚才是先喝了一口汤 我觉得汤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炖了很久 因为我能吃了它鸭肉的香味 你们这个关注点在这汤 而我刚才的关注点呢 是在这个馄饨上面 馄饨一咬开 这里面应该是奇菜吧 我觉得 对 奇菜是肉 一层 这个肉丸是有特别紧实的 对 而且会有一些弹牙的感觉 如果你在东北吃馄饨 可能那个馄饨汤是没有味道比较清淡的 但是恰好这个是 是很浓厚的 咱们东北啊可能就是用水 大姐妹精 花紫菜 虾皮儿 下去就成为一道汤了 那这里它这个汤呢 用老鸭 还有火腿 香菇 熬制 起码炖了三小时以上才能出来这样子的 它像是两道菜 然后淋泡在一块儿 那么餐前的这个汤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 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菜 就是一个小和虾 我们平常吃这个小和虾的时候 前面是有两个爪的 但是它这个小虾 它前面也有两个爪 我好想问一下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边的一个品种 就是它的肉特别浪漫 吃这个海用花皮 其实只可以一口 就把虾头也一口 因为和虾是可以这么吃的 就是很鲜 然后肉质是很麻烦的 就没错 它其实跟它吃海虾是不一样的 海虾的肉会稍微粗一点 其实我会更选择和虾 就是它的肉质是更细腻一点 对 更细腻一些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和虾 就是这道白水鱼冷 肉质轻薄却紧实 肉质细腻 尤其是鱼皮的部分 干爽却富含满满的胶脂 一口难忘 吃起来偏清淡 但是又很入味 可能是不是这就是当地 饭菜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它这个菜 是结合了两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它不像长帮菜那么咸 对对对 也没有上海菜那么甜 反而其实有点接近广东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吃的特别开心 广东菜也是比较清淡的 需要原汁原味 就不会加太多的佐料 去改变食材本身的味道 我看那道菜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应该是梅干菜和这个红烧肉 夹在一起 一起放入粉丝 交错这边其实很多地方都尝梅干菜 真的是很稠好 真的是很稠好 你看它夹在筷子都要划掉 好吃 又夹杂了这种淡淡的梅干菜的香味 它一点点甜的 对 它一点点甜味 其实这种红烧肉啊 因为地域不一样啊 其实有好几种的做法 你看 有毛是红烧肉 它是辣的 是湖南的梅菜 还有咱们这个杭邦菜的东坡肉 东坡肉呢 现在很多人是喜欢什么 直接不加一滴水 整个用少鲜的黄酒去焖煮它 西唐的这个梅菜红烧肉呢 喝的比较香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呢 它味道会进去的更多 而且呢 可以充分地吸收了这个梅干菜的香味 我觉得我们祖国 真是很像一个空调大 同样一个骨花肉 在不同的区域 这样做出不同的做法 看来实在广东果然不佳 而作为在广东 同样盛行的螺丝 广东京市的小伙伴 也有他自己的吃法 我觉得怎么下手呢 不会吃的人得用牙签儿 一吸就出了 那我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当你吸不出来的时候 你把这个筷子往里面伸一下 伸一下往里不是 往正面筒 因为它后面是剪了尾巴 你把它这个堵住了一点 它这个压力就更大 就很容易能吸出来 筒一下再吸出口 出来了吗 这个味道上道道的不错 而且跟我们有同的地方 不一样的风味 因为浙江这两个字 大家怎么想一下 都是三点水 这也是我们全国唯一一个省份 这两个字都是三点水 就是证明这个地方水多 就是因为水多 所以我们经常吃一些 海鲜和鲜之类的 我们讲这个就是咸 然后口味可能稍微偏咸一遍 这是当地的一步 那两位吃完了浙江 下次有机会 欢迎我们来广东 再吃吃 润轩与杨蒙一路向西 来到了太湖之盼的龙之梦乐园 在这里一场极具 现代西方气息的 红墨坊正在上演 哇 这两天我在这个杭州 还有嘉兴感受到了江南小镇的风情 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文艺和儒雅起来 也是感受到了很多当地的民俗文化 那这次来到了龙之梦 我也是感受到了浙江现代的一面 听我后面这个美妙的声音 今天的大型演出呢 全部是由外籍人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我相信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江南水乡以水为魂 有一座城 水乡是它 桥乡是它 酒乡亦是它 石化浙江的最后一站 跟随瑞轩和杨蒙 一起感受绍兴这所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吧 那么这一站呢 是我们石化浙江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地方 就是鲁迅故居了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祖居 它的旧居 包括以前我们在课文里面学到的 百草园和三位书屋 故居位于绍兴市东昌房口 自出生到几近成年 鲁迅先生就是在这里度过了 他充满乐趣与书香的年少时光 走到这儿我就想到以前背的那个文学常识 鲁迅原名周树人 自育才 浙江绍兴人 那你说到这儿好 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 在这个鲁迅故居里去寻找当年课本当中的回忆 鲁迅说鲁迅在树叶里长营 肥胖的黄葱浮在菜花上 清洁的叫天子云雀 忽然从草间直穿向云霄里去了 但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描写的就是这里的一番天地了 穿过鲁迅先生童年故居的祖屋 便来到了他在文章中称为乐园的百草园 如果不想走马观花的游览 也可以像瑞轩与杨某一样 由讲解员引导细细品味百草园的斑斓 哇 我感觉上了一堂语文课 这个好像是以前被背诵的那个 对对对对 但我已经遗忘了 但是以前都是在课本里 然后你听这样的话去脑补 但是今天你来到这之后 终于感觉情景再现了一点 对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们今天来实践一下 找找这些地方 碧绿的菜企不就是这吗 现在也有种很多菜 对 我觉得我俩现在这么走 就特别像少年的鲁迅还有鲁 被激发了我们那种少年赶销 在这里看寻很多奥秘 其实我现在看到这口景 心里面还是有点慌慌的 因为以前鲁迅先生 在那个《招花西史》里面 有写过 他的保姆阿长经常给他讲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 晚上听到有人叫你的时候 千万别硬 否则这个景里面 会出来一个鬼把你抓走 所以鲁迅先生在这儿玩的时候 都不太敢靠近这个景 太原 水景 当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与文章中所写的场景一一对应 便带来了无际遐想的空间 而这片极易被忽略的倪墙根 正式促使少年鲁迅 真正由充满乐趣的百草原 到进入三位书屋求学的诱因 其实鲁迅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拔这个旁边的和手屋 那他有一次把墙给弄倒了 在12岁那年 父亲把他送到了三位书屋去学习 那说到三位书屋 我还挺想去看一看的 我们去感受一下 走 但此时耳边传来腔调婉转的乐句 附近吸引二人穿过百草原 去一探究竟 像我们北方多听的是京剧 京剧是比较高昂的那种 比如说像木贵英卦帅 但是江南风情多数是乐句 是那种温暖流转的强调 而且讲述的多的是爱情故事 比如说现在正在唱的是 梁山博语 朱英台 乐句源于浙江 长于抒情 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唯美而真切的表演 极具江南灵秀之气 而这样的享受 也是来到绍兴必不可少的体验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舞台的 郑中央写的是娱乐园 两边也是小桥流水的一个构造 站在这儿 又可以听戏 又可以观下面的鱼 可以说是非常有江南的韵味 为什么会在鲁迅的故居里 有这样的戏台子 然后唱乐句呢 就是这边已经不算是鲁迅家 这个叫朱家大院 他们买下来的 这是一个富商家 所以很有钱 比较懂得享乐 周家山落后 朱家大院的主人便进水楼台 将原本的周宅一并买下 而在家到周末后 鲁迅也看透了事态炎凉 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 所以说这个三维书屋呢 可以说是鲁迅启蒙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你看他十二到十七岁 一直都在这里学习 看到他这些设施 也还是可以感受到 当年学习的那个氛围 三维书屋巨顾 居仅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是晚清 绍兴府城内 著名私书 而书房一角 信有红绳的位置 便是鲁迅先生 刻过枣子的课桌 鲁迅家里因为发生了科举舞 一眼父亲长期我病在床 鲁迅先生经常要去给父亲买药 有一次为了买药啊 上课知道了 瘦老先生就狠狠地批评了他 因为他认为 你家离我家是这么近的 跑跑过来也要不了多少时间呀 一定是在家里面 偷偷睡懒觉了 但鲁迅呢很委屈 没有为自己找借口 乖乖地受了罚 第二天一大早便来到三维书 在自己刻出的右下角 用小刀刻了一个枣子 逼提醒自己啊 要做到实时枣 试试枣 今天你一路上都跟我说 特别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枣子 但是因为被保护起来 这个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肉眼 非常近距离地看到 但是这个字是刻到我们心里了 如果说鲁迅故居 是绍兴作为文化名城的代表 那么黄酒则算得上是绍兴 千年文化的传承 浓缩的精华 来到绍兴呢 有三件事一定要做 是品黄酒 坐雾风船 还有看乐剧 上午呢 虽然我们没坐上这个雾风船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也拼到了乐剧 所以说现在我们还差 最后一件事 就是品品黄酒了 而且黄酒呢 是我们世界三大古酒之一 有2500多年的历史 这个就是以前 酿酒的那些功夫 好大 那会儿我就是听到 这个黄酒酒家的老板说 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呢 要讲究四个点 一个是天有时 然后是地有气 然后是才为美 就是这个材料 一定要是很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功有巧 就是四个要结合 才能酿造出最好的黄酒 绍兴水米丰富 气候湿润 早在千年前的南北朝 便凭借这样的天时地气 和特有的酿酒工艺 使绍兴黄酒成为 进贡的佳品 而金手工黄酒的记忆 依然在这里 被被传承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黄酒的这个酿造区 看到很多酒坛子 那这个就是 在发酵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进他们 车间看一看 感受一下 真正的酿造过程 是什么样的 这是鸡汁 我最初的 就是在《鸡汁》 就是鸡汁 那是 鸡汁 和他 赤ung 鸡汁 泥 鸡汁 固 后面一直有那个沙沙的声音 现在你能闻到一股就是那种 米香味是不是 对因为黄酒之所以出来黄色 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和白酒不一样 它用的是糯米的原料 这个米里面是不害乳酸的 你会感觉跟普通的相比 一点点的味道 现在我们正正好接了一杯 刚刚酿制出来的黄酒 一起感受一下 说实话 平时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 所以这个黄酒对我来说 是有一点苦涩 但是我知道它的酒精味 我觉得不是很重 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也尝了 它那个净出的大米 是略带一点酸味的 所以你喝这个黄酒 也会有一点点的酸味 就是我喝进嘴里面 是觉得有一些酸酸的 然后微微偏甜 而且它的那个口感 因为我喝过白酒 一喝进去就觉得 哇 往头上窜 就味儿特别重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相对 就是口感会绵一些 黄酒是比较好的一个养生酒 它是比较暖身的 补阳气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南方的人 把它和螃蟹放在一起吃 因为螃蟹是寒的 这个是热的 正好综合了 包括这个钢 刚才我们来有个问题 说为什么要上面刷 这个白色的石膏 第一个呢 它涂这个石膏 会防止虫破坏这个钢 去咬它 很像就是马路上 我们看到树上 会涂这么一层白 可能是一个道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 刚有裂缝的话 刷这个白色的石膏 是非常轻易地 能够看见的 第三个原因 你刷上这个石膏 你可以在上面 标注一下酒的日期 或者制作人的性命 你通过这一些细节 或者说它制作的这个工艺 你就能感受到 传统酿酒的这个过程 虽然说这只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细节 但是就是通过 这一个一个的小细节 体现出了我们手工酿制的不容易 就是咱们东北人说 我干一杯 然后这边就说 我咪一口酒 咱俩也干个杯 咪一口 对 古往今来 无数文人默客 把酒论歌 对话自我 乌棚以郎 乔交织出一幅 如画的水香美景 初遇诗画浙江 别有趣味在心头 天桥上的你忙着忙忙远方 想像许久不见的孤单流浪 公路消失的尽头 留下你的方向 把飘恨上的海水全都遗忘 昨天的美梦 我在宽后收场 把背包里的星光 变成诗人的梦想 这一路有多美 这一路有多长 才不高了别人不光 为自己选择方向 这一路有多美 这一路有多广 毕竟一生只用着谋长 跟生命留个影响 剩下一人走出就渐渐微凉 四季变幻忘忘不了心中回响 不像热气散在那条路街上 没变成